我们在人间将修佛 修大幅地 到哪里修 到佛门里头来修啊 怎么个修法 依照这一部今天所说的 正感 怎么干法 你在早晚恭恭敬敬 将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 一个字没念错 一句没念漏掉 你的功德就是百千万倍 真的吗 真的 没有这么多的功德 没有这么大的功德 你凭什么 道理就在此地啊 养成习惯了 一天念两遍 还有人专念这个经 这是 他有佛报 有佛报 他有时间 一天 能念十遍 这一部经一般念的话 念一遍大概一个小时 念得很熟 差不多四十分钟 开头念 可能念一遍两小时 念上半年了 一个小时就够了 要有狠心 要有毅力 要不中断 啊 说得到我 不是说不到我 这是修极 真实功德了 这个功德可以帮助你 脱离流大轮回 帮助你 往生极乐世界 能不干吗 年岁大了 七老八十了 身体摔了 年轻困难了 有方法听 啊 我们这个学会 提供 读诵的 光体 有读诵的 随身听 这就方便 读经速度的 我看到我们有三种 有四十分钟 有一个小时的 有一个半小时的 啊 所以 你唤醒哪一种速度 你就学哪一种 都听这个是 极功累的了 少打妄想啊 少就咋念啊 把自己的亲近心 念出来 平等心念出来 你就会开悟了 像海鲜老和尚一样 啊 这个人 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 有这种功夫 将来往生 生十包 转眼图 啊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 啊 这是这一段 最重要的意思 我给诸位 说清楚 说明白了 啊 要记住 要正感 不得了 对 我 不得了 是 我 在